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好家好網台,我是Eric 今天想跟大家分析一下Danceville Redevelopment 其實這個新聞已經出了很久了,有很多看法 這個新聞是說 A new deal for Danceville, a new agreement sets the stage for massive redevelopment, but some remains worried 這巨大的突破畫疑慣,這個就是特朗antsville Park 之前有一個防備大陸,是有一個一個艦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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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艦Cof case 所以他們總共佔整個區域 他們推薦是520公里 然後他們差不多是一個 downtown core的financial district 甚至更大些 這個文章就說兩方面 市政府和developer 發展商是由國政府 有一些pension plan 所以其實都搞了一段時間 兩方他們說想不想 首先發展商當然想建康島 建住宅 不過他們有很大的地 本來是叫做employment land Zone for employment 就是要就業機會在這裏 主要就是以前的bombardier 因為bombardier 最近就是買了他們的地 給這個developer 然後就是 現在就是看著他們的發展 是可以怎樣進度 不過其實已經 大部分已經是 approve 只是有些小的東西是卡住 還有就是 within the community 可能每一個development都有的 就是民眾在附近住 然後就去對牌 那些 就是想推翻計劃 然後就是 那個concern 其實我想就是 你這麼大的development 就是他們的計劃 因為現在暫時來說 就算他們的發展商 他們那邊 他們都沒有說 很concret 是有些什麼plan 還有 就是 是不是在這個區 是適合做 這一類型的 這麼大的計劃呢 因為 就是這裡現在說 譬如你說 就是employment land 他們現在 雖然是 got the approval 然後就說 會take on 就是可能有些cost 就是那些 就是那些 就是要蓋路 seward 等等 他們那些 就是要 be committed 要蓋埋 在那裡 不過他也說 有些fees 就是可能都要市政府 還有省政府 來cover 就是要奉稅務 等等 那 那 是的 這個計劃 其實我 我自己的看法 就是 多倫多不同 你說是一些 譬如你說 好像香港那樣 就是有很多經驗 就是一些很 高密度的地方 然後就是做到一個 很好的配套 做完之後的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那個經驗在那裡 那 他們現在 譬如我之前 很早前 我又做了一個 video就是 有一個 transit oriented community 在這個 就是交界 Markham 和Richmond Hill 在On Young 和407個區 那 又是我又是 question 那個 validity 還有是不是真的 適合做這些 這樣的事情 那 那 現在這裡更大 就是這個 分分鐘 其實他們也有說 應該是全 加拿大 歷史上最大的 redevelopment of一個這麼大型的區 就是Danceville Park 以及周圍那幾個 幾個地 尤其是 Airstrip 即是Airport 以及Bombardi 那個廠 那些 facility 那 那 不過他們自己也不清楚 說有幾多 unit 那他就 propose 然後 現在是先拿了 approval 然後再去研究 那 是啊 即 那 他們 我知道 譬如多倫多 其實是真的需要很多 就是 房屋 是要建的 不過 很多發展商 尤其是 近來 例如 在 Markham Bordering Scarborough Kennedy And Steel 即是本來是建一個 commercial 的 replace 然後 發展商 Remington 又取消 然後就打算建了 因為 Condo很賺 即是他們的 profit margin 是高很多 就是compare to 你說建一些商業用地 譬如 commercial 或者retail 那 這個 Danceville redevelopment 其實你這麼大 你其實真的要有一個 proper的 city planning 如果你說只是交給發展商自己 設計 他分分鐘就建了差不多很多 Condo 即是他怎樣都會建一些東西 Community Center School 他不會說一間都不建 即是一點都不建 不過他夠不夠呢 還有如果你說就是整個 全部都是Condo 即是變成一個bedroom community 雖然你說那個交通在這個區 即是Danceville那裡 即是很方便的 還有他們說 就有起條 可能的subway line 等等 那就會做一個central hub 在這裡 即是會交通會很方便 還有他們的目的 其實就是想做一個 即是很close-knit community 說不用開車 即是完全不需要開車 可以在這個社區裡生活 即是上班 去玩 Shopping 看電影 買菜 有些什麼 即是community 要學些什麼 即是養了小朋友 等等 即是全部都在這裡 完全不用走去其他地方 他們的plan就是這樣 然後還說會創造很多 一些就業機會 即是說有 即是他有說過 可能 還有好像都談了 好像 approve了 就是有一個TV 和movie production studio 會在這裡 即是會擴張 然後所以就 可能多了電視 和電影製作 在這個區裡拍 然後又會 另外 又會多了另外一些 supporting business 來在這裡 還有他們都說 不會說 即是 bombardier 以前是做飛機的 他們就不會說 走回以前 做heavy manufacturing 在這個區 就不會說 怎樣大騷擾到 如果你說太多residential 會影響到 這個區域的 lifestyle 還有那個 你都不想說 有什麼heavy manufacturing 在附近 他就說 只是 可能是favor lite manufacturing 可能會有些 製造業 不過不會說太 heavy 太 heavy 太大型 等下車廠 那些不會在這裡做 這樣做 那 是的 就是民眾的擔憂 如果你說 那個planning做得不好 不過 這個project 其實我想 這個time frame 都很遠 要很久很久 才完全可以 達成到 這個article 這個article at the end都有說 這個東西 起碼都30至40年 即是他連他們的developer 自己都說30至40年 分分鐘是50至60年 還有 加拿大的進度 做這樣的事情 是很慢的 還有 During 你的build out 那個phase 你周圍的環境 即是那些 construction 令到那些 封了路 或者是會影響到 現在暫時的 因為那裡附近 都有很多 small business 餐館 店 店 當你幾十年 不停地 發展 怎樣都會影響到 他們的生意 說真的 你如果是沙塵滾滾 風路 通常那個區 都很少人會去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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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不完全避免了 甚至我有個朋友 疫情之前 在那裡開了一間 食店 意大利的fast food 他也做不到 不過幸好他不是靠那裡賺食 他很多飯生意 他沒什麼問題 不過始終都蝕了錢 也不是那麼開心 就是因為那些區 就是一個例子 當你是一個大型的工程 然後在那裡 你附近那些 商铺 以及在那裡附近 已經住開的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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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會太開心 如果你說是一個很大型的工程 他不是說 可能一兩年 如果你說建一棟 建造 可能都五年 就是我們平均一棟 真是幸運的 四五年 那你這樣 起發 和你又要起路 真的整個區 是幾十年 都是這樣 那 真的 希望他們是 Phases來建造 以及 計劃好一點 每一坨 每一坨 都不會過過 每一坨 都不會過過 那裡又搞一坨 那裡又搞一坨 搞一坨 搞到整個區域 都會有利障害 那你就真的 很嚴重 我的緊張就是 會搞到那一區 是這樣的 雖然我自己 也不是太多 以及很少機會去這個區域 其實這裡 是在 North of 401 另一 去到Wilson 再上 再上 在西面 就是西面 就是East 就是 Alan Road 那邊 那裡 你說 新盤 redevelopment 有些 不是 redevelopment 即是有些 新的樓花 以及已經建了 已經有completed 以及有些 正在建的 就是那些 新的 condo 都建了這個區域 那可能 或者 尤其是 那些發展商 就說 The redevelopment of Danseville 就是 New Metropolitan 然後 很大的機會 在這裡 就成為 Central Hub 那說真的 如果你建完之後 那麼多的 可能是一個 大型的 City 就是 North York 就是 Toronto 就是 北少少的 Core 始終 還未去到 再上 York region 那樣 它這個 而現在 其實 已經 有人在那裡 住 以及 之前 新的 condo 其實 有很多 是 Apartment 建築 以及 都有一些 Freehold 是 獨立屋 反而 不是很多 不過 有些Freehold 譬如 Semi Detached 就是 一些孖屋 其實 那些 內部屋 不是 可能 現在 都很難說 因為現在 其實 治安 都不是特別好 不過 價格 跟存 很多人都是 建築 很厲害 尤其是 Freehold 不過 你可以看到 其實 那些 古屋 其實 不是特別 是很好的 area 如果 到時候 你真的 建立了 整個 Dance View 就是 Dance View Park Dance View Park 好像 是會 保持住 不過 大部分 另外的地 都會建立 例如 Condo Office Building 或者 整個 City 那些 其實 雖然 都是 within area 都不是很大的 factor 不過 如果 現在 說回 投資 例如 買 Condo 在那裡 然後 Bed on Dance View 的 redevelopment 我覺得 就是一個 很長遠的事 因為 你真的 等它 30多 40年 還有 你最 immediate的影響 就是 它 開始建立的時候 其實 都 很嚴重 如果你在那裡 天天要經過 開車 還有 如果 你說 附近 那區 就是 Existing 的community 其實 不是說 一個 很 favorable 的area 雖然 方便 都有 譬如 平時 配套 買菜 是有的 然後 Plaza 還有幾間 越南粉 也挺好吃的 不過 它始終是Kiel 那邊 你再上一點 就是Finch Finch Jane 正出了名 是一個很惡劣 很惡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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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個大街口 上去Finch 然後再走多一條 去西邊 就是Jane 不過 其實 在這個區域 就算是 Wilson 和Kiel 的房間 也有 早 兩個星期 也有 Carjacking 就是在 Kiel 到 Plaza 那些 就是 這個區 久不久也有 槍擊案 行動 行動 還有 我想再說 就是 Community Within Dance Field Dance Field Re-Development 將會再建立 Affordable Housing 其實是一個 requirement 因為你發展 是一個 City Planner 所以 他就說 有很多 除了 Private Condominium 還有一些 Rental Apartment 和Affordable Housing Make sure 有Affordable Housing 還有 如果你說 一個政府的 政策 和 Adress 這個 shortage 就是不夠 Housing 他為何也要建立 一些 這些 叫做 affordable 就是 可以是 普通人 或者是 低收入的人 可以在那裡住 那你那個 策劃 是怎樣策劃呢 如果你是做得 公平的 可能每一個 area 可能都有一棟 可能 他們可能 很多棟 如果是residential 你每個residential 就是一棟 在那裡 那 如果你是說 是這樣的 因為 Historically 很多 這些 public housing 就是 low income 等等 那個 罪案率 會高 如果你是說 這樣做 其實你整個區 那些 住宅 永遠都有一個 stigma 在那裡 就是你那個 升值潛令 一定不會好 不過如果你說 我只是找一個 區 within Danceville redevelopment 就是 private condominium 然後 配套性 全部好些 然後另外一塊 可能很貴 就是一個 corner位 或一塊 全部都是 一些 affordable housing 或者 Toronto community housing 好像 就不太公平 而且 你的設施 會不會做得 fair 可能 多數一定不會 然後 那一塊 就 好像 變成 惡人谷 這樣 然後 然後 整體 如果你說 如何都會影響 周圍的 area 另外 會有很多人 或者是unfair 為何你這樣 找個位置 那麼衰的 來建造 這個 這件事 也是 要很小心 來 如何策劃 這件事 因為 說真的 你一個 這麼大的 development 然後 你還沒考慮 然後 如果 你的決定 做錯了 其實 還會弄壞 整個area 那麼 是啊 我個人 覺得 如果你說 是奮 地產的角度 如果你說 只是 用這件事 因為我聽 最近 有些人說 買那套 底 將來 會發展 是 如果你說 是 那些 批評 現在的 批評 都會 有很大的 activity 在那裡 我想 地產商 focus 都會在新 那裡 因為它不是 如果說 有些 大型公司 譬如 Google Amazon 或者是 Apple 或者做一些 research center 放在那裡 我就說 很大的 信心 不是很大的 信心 而現在 我覺得那裡 沒有什麼 我就會有多些信心 那裡 可能是一個 新的 opportunity 甚至是 一個 很好的 區 來在那裡 資業 或者住 等等 不過 好像 沒有 它現在 就是 最大的 就是 那些 TV production movie studio 將會在那裡 整個廠 在那裡 然後將來 會 track 什麼 就是它還未有什麼 concrete 在那裡 做 還有 他們那個 住宅 我想 他們不會有 獨立屋 那 多數是 全部 都不會 進入 他們的 方向 做一個 transit oriented community 或者 whatever 我不知道 他們是不是 這個 是part of TOC的計劃 不過我想 如果 他們有說過 什麼 subway line 但是 如果 你說 配套 方便 不過 你要 真是 grow value 那個地方 其實我覺得 你無論如何都要 attract 那些 高收入人士 在那裡 在那裡 如果你說 只是一個 中間 甚至是一個 低中間 那你要 從一個 地產投資 我就覺得 一般 沒有說 大型公司 是很厲害 其實 我講一下 另外 真的不是多人多 因為我通常 有follow 其他國家 尤其是美國 例如美國 例如美國 有一個 鎮仔 也不是一個 城市 只有四萬多人 叫Sherman Sherman Texas 在North Dallas 達拉斯 大約 鎮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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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bal Waiver有投资50亿 下去这个镇子 听新闻还有另外一些 不知投资什么大型的设施 就业一定会驾驶到一堆人 还有它驾驶到高 income 所以从投资角度来说 不如买在那里 虽然不可以说是公平的 因为你始终住在多伦多 买回多伦多容易自己打理 如果你说隔生买牛 你去德州买 除非有亲戚或者很熟悉的朋友 或者找到人帮你管理 其实是一件很烦的事 我只是用一个比例 因为你认为未来的资源 即是你现在的downsville 吹到这么大 如何新城市 我选择一个例子 一个小的镇子都已经有这样的发展 还有我也有看下 那里附近都有很多新的楼盘做 就是Sherman Texas 不过他们就是建造独立屋 或者是townhouse 始终他们不是说是会去到下一个 好像Austin Texas 或者以前的California 这样的Silicon Valley 不过起码都会多了这些机会 在这个城市发展 所以他们的房子现在都是二十多万 美金 那 所以 分享给大家我的看法 以及这样相比于 第二些 又说是真正人家这些 就真正是有些新的企业 在这里 然后你push 这一件事 相反你现在 Danceville 就是用 建多些楼 来 attract多些人来买 或者是 和你是复养的 房子 不过如果是长线来说 你说真的那一块地方 是要发展的 其实不可以只是靠这个住宅 来 来 sustain 和push 那一件事 你真正是有些企业 或者是有些公司 是可以 expand 或者是大型公司 不要说在其他国家 就算是在Canada 或者是银行 是否会整个新的hub 就是在这里 是他们的 就是North York Head Office 或者Operation 或者做某些东西 然后是在这个area 那里 就是这些 Yet to be seen 和是一个很长远的计划 所以如果你说是投资在这里 bet on这件事 我就有少少保留 就是按我的角度 可能有些人不disagree I'm sure 有很多 尤其是push project的同行 尤其是push project的同行 他们可能是不会 agree 我 我也希望听一下他们的看法 以及你们应该都听一下他们的看法 为什么觉得 可能Danceville是一个好的地方 他们可能是provide到一些东西 我没有提到的 或者是rebuild我的东西 也没有问题的 其实大家在这里讨论而已 希望大家可以subscribe to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download我们的apps 在apple app store 或者google play可以找得到 希望大家可以like and subscribe 多谢大家